首先我必須要深深的一句話 再講一下 我想做錯事情就是做錯事情 沒有任何的理由 因為畢竟它本來就是一件非常糟糕和非常粗糯的事情 即使當初我可能是因為某些原因的因素 想要快速地達到我的那個目的 而選擇這樣的一個錯誤的方式 從今天發生事情一直到現在 我心裡面滿是愧疚 這個愧疚是 除了對我的家人 還有這麼支持我的民視 還有那麼多喜歡看我演戲的朋友之外 我覺得我最愧疚的是我自己 因為我沒有好好地去管理接觸我自己 以至於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 我 成為我剛剛所說的 因為是我自己做錯了這件事情 所以我會勇於地去面對 不管它的結果是怎麼樣 我都會非常虛心以及樂意誠心地去接手 畢竟這就是對我的一種懲罰 那 我也希望用我的例子來 可以提醒大家 不論你是因為什麼樣的原因 你去想要接觸獨立 我認為那都不會是原因 而且那也都是你自己的一個藉口而已 那 最後我希望大家可以盡量地責罵我責美我 那請大家能夠多一些 多一些同理心跟體諒心給我的家人 還有 我的公司 因為 他們在我 最需要幫忙的時候 是 第一個站不出來 我現在的心情之所以會那麼激動 原因是因為 其實這段時間我的電話一直在響 要透 大家給我的都是鼓勵肯定跟關心的話 讓我覺得 我更 我更難去面對這些這麼關心我的朋友們 還有這些同事們 那 最後我還是一樣深深地欲鞠躬 那我也 我在這邊 我不敢奢求大家能夠原諒我 但是我希望我接下來的每一天 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能夠讓大家看得到我的誠意 以及 我真正想要改過的決心 謝謝大家 那我這邊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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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們想改過 你們有什麼 包含的事情 還是真的想改過 呃 沒有錯 這不是第一次了 那距離上一次是13年前的事情 那這一次為什麼又會發生的原因 就是我剛剛有提到過 呃 我為了要去達成一個目的 那結果去選擇了一個 完全不正確的方法 那就是受審 那所以前一陣子大家其實有看到我 因為拍戲有很快的一個時間的過程就收下來了 那我其實就是用了這樣子一個不正確的方法 那老實說 這一次 面對這樣子這麼大的一個發生的事情 以及看到大家 在我發生事情的時候 站在第一線這樣子的支持我跟幫助我 呃 我相信我在這邊如果再怎麼樣保證 我覺得大家或許都只是會覺得說 我是可能在這個地方說出來 呃 只是為了讓大家去相信我 所以我剛剛也才會說 我希望從今天 從現階段 從這一刻起 我每一天 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能夠讓你們去感受到 我真的長大了 我也變得成熟了 我不再會用那一種比較 呃 欠思考和欠中全的方式去想像一個 我認為其實可能可以達到我目的 不管是這個目的是心理性 或者是任何一個方向的原因 而去做這件事情